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视频 那么这期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大竹心PK小竹心的对比视频 那其实他们的差距呢在昨天的测试视频里面已经说了7788了 没有说的就是这个防撞方面还有这个转向方面 那转向的话肯定了 勋章车怎么干得过这辆竹心是吧 其次呢就是防撞方面的问题 勇药纪元呢依旧是继承了勋章车不怎么耐撞的传统啊 所以说这车实在没有碰撞的话其实也还好了 但是有碰撞的话嘿嘿就跟那个是否差不多了 然后就算没有碰撞的情况下 这个勇药纪元想直接套用这个竹心者的跑法呢 还是有点吃力啊 从起步到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比竹心卡了多少次气了是吧 这边呢转向还不太好 双杀的时候有点小磕碰 所以呢勇药纪元在霍比特还有峡谷 还有这张出之物语跑得比较好的话 还需要一个贪狼的加持啊 那最终两者的跑图成绩呢相差了一秒钟左右 除去那个小失误的话差距应该不到一秒吧 这也是挺正常的 毕竟勇药纪元抛开特性不弹 他的动力呢比点圈车还要差 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